第1642集 坏银又来了 更何况上面还有东黄天的大军压境 在虎视眈眈 蓝大将军手握重兵 虎视紫霞城 要是自己真敢妄动抢人 严如山就有了借口 让蓝大将军出兵 江湖市是江湖市 但你明目张胆 明火执杖地抢了人家的人 那就不单纯是江湖市了 标准的强盗刑警 所以那个时候 蓝大将军出马也是理所应当 到那时 鸡飞蛋打还是小事 蓝大将军什么人 那可圣人级层次的高手啊 而且还首长东黄天九千万大军 那是东黄天东黄陛下 数一数二的人物 绝对的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啊 这个 要不咱们再商量 海洋波努力地劝解 分明不想将到了手的好处 再分出去 反正啊 铁血蒙那边 还有好几万人呢 换几个人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就算换十几个 几十个 也不是不可能的 放你娘的屁 铁血蒙那边还有好几万人 你干嘛不去杀 别告诉我你有了这些就满足了 血仙子平时看起来温柔娴熟 此刻发起飙来 那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嗨杨波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可告诉你 凡是想要独吞网顾盟友的人 通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小心撑死你 两人针锋相对 各不相让 说到激烈处 血仙子手按剑柄 目露凶光 显见得一言不合 不排除动手招呼的架势 这件事绝技是不能不争的 灵霄门在东荒天 本来就仅次于红尘如梦宣 要是在这一次天才之争中 灵霄门占据了全面上风 那么百年千年之后 说不定就能压过去红尘如梦宣 这是血仙子绝对不能忍受的 这五十个人头 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但这件事情 血仙子却一定要争一下 争到最后 终于还是海洋波让了一步 让出了五十个人头来 没办法啊 跟女人是没道理可讲的 尤其还是面对如此强势 拥有超级实力的超级女人 海洋波大长老心中后悔不已 要是早知如此结局 昨天晚上就该联系红尘如梦宣 一起行动 甚至可以让对方打头阵 你们红尘如梦宣 比我们实力强大呀 现在可都好了 活都让自己人干了 还有不少死伤的 而红尘如梦宣 啥都没干 睡了一觉就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 而且自己这边劳民伤财之后 居然还唠了个不是 啥也不愿啊 谁让自己实力不济的 行事比人强 真吞娘的晦气 太阳刚刚露头的时候 两人再次连妹来到楚家大院 刚刚进门就听见喊耗子的声音 还有就是好多人在一起跑步的声音 楚阳匆匆而来身上还有灰尘 楚神医 你这是咋回事啊 海洋伯好奇地问道 啊没什么 楚阳轻描淡写地说道 就是那帮小家伙啊 每天早晨都要跑步 我也陪着他们跑跑 凑个去吧 哦 两人对此表示大感兴趣 那帮小家伙 不是只有十个人吗 雪仙子问道 十个人哪里能跑出这么多的脚步声 他竖耳倾听 这里至少有一百多人吧 嗯 是一百零三人 仙子的耳朵真是犀利啊 楚阳翘起大拇指 就是一百零三人 一点没错 然后才有些得意地说 谁说他们只有十个人啊 金凤他们只不过是 其中一组的成员 我这里足足有十个这样的小组呢 最大的一组有十三个人 平常各司其职 各干各的 只有在早晨晨练的时候 大家才会聚在一起的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年纪比较幼小的 才四五六七岁的 这些就不用干活了 叫他们读书认字 将来准备培养他们当个账房掌柜什么的 咱们储家大院根基浅薄 培养自家人才 自然要从娃娃抓起嘛 楚阳一副我深谋远虑 很有盘算的样子 两人整齐地打了个哆嗦 一百零三人 那十个孩子 只是随意抽出来的一组 两人对望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 炙热和贪婪 虽然明知道机会不是很大 但万一其中还有好苗子呢 只要能再多个三五个 那也是好的 这些孩子跑步的地方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 听到他们欢快的声音啊 老朽都感觉到 自己年轻了好多呀 海洋伯很有礼貌 很有风度的看着楚阳 征求意见 当然可以啊 楚阳一副什么都没想到的样子 热情邀请 两位请这边来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 占地并不是很大 绕圈跑 一圈的长度 也就是三十丈 一百人的队伍 稀稀拉拉的 差不多头尾相接 在最前面领跑的 是十二三四岁的孩子 在后面的 就是一些小萝卜头了 一路连滚带爬 跟头连天 旁边还有人喊着耗子 一二一 一二一 一看到这一百多个孩子 雪仙子和海洋伯的眼睛 刹那间凝固了 再度震撼地失去了言语 最近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让我接二连三 接三连四的震撼了 一个一个的看过去 看每一个的时候 都好像是看着价值连城的西汉珍宝 男孩女孩都有 大的小的都有 俊的丑的都有 但是无一例外 每一个都是天才之数 更不乏超级天才 两个人几乎要流出口水来 这里边资质最差的一个孩子 居然也跟自己宗派 现在正清理培养的 那十几个种子选手 资质差不多呀 难道我们又做美梦了 这么美的梦 让我们晚点醒吧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dxp8.com 两人一时间彻头彻尾的手忙脚乱 神念轰然间全面爆发 全方位的笼罩住这些孩子 一个一个用神念之力探查根骨 资质 眼内灵光 为了不惊扰吓到这些孩子脆弱的神魂 两人甚至不惜力量 将自己神魂中的杀伐力气完全屏蔽 只剩下柔和的 有如春风一般的神魂力量 只会让人感觉到舒服 而绝不会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一个一个毫无遗漏地看了一遍 震撼也就越来越大 我的天哪 这些孩子调皮得很 楚阳的眼中全是宠溺的微笑 这段时间真是无法无天的 把我的花花草草都给糟蹋得不成样子 我也不忍心苛责他们都是孩子 爱玩是天性吗 两人无尽鄙视地瞪了他一眼 花花草草 真正笑话了你啊 这里的花花草草 能有让这些孩子糟蹋的机遇 已经算是他们的福气了 这样的孩子 要是在我们宠溺中 糟蹋的可是灵草啊 而且绝不会有人责怪 呸 给他们用的灵草 怎么能说是糟蹋呢 这两天真是震撼坏了 话都有点不会说了 两位前辈 我准备建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楚阳副手挺胸 一副指点江山的气势 气吞合约地说道 你看啊 这些孩子虽然顽皮些许 但每一个都是天资有 我正让他们读书习字呢 还有算数 以后啊 这一个个可都是我的栋梁之财啊 派出去随便一个都是响当当的账房啊 响当当的账房 听到这六个字 雪仙子和海洋波几乎要晕了过去 换作一般的中等门牌 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的挑起大梁 就算是在我们这等超级宗门 那也是凤毛麟角 天之骄子一类的超卓人物啊 你居然要培养他们当账房 抱歉天物啊 什么叫抱歉天物啊 两人今天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一时间 雪仙子和海洋波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一只手抓住楚阳 先把这家伙的四肢生生拔掉 再将他活活的掐死 然后剁成肉泥喂狗去 没你这么混蛋到极点的 但只是冲动 也就敢想想而已 且不说严如山那边 只怕连眼前孩子这一关都过不去的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尝试 这些孩子对楚阳的依赖 已经超于常理 两人要是真敢动楚阳 这些孩子就上去将二人活活咬死 绝对不带含糊的 两人虽然是高人 可是面对这样一群超级天赋的未来天才 有些事情还真不敢做啊 就在这时 原本跑步中其中的一小帮家伙 已经跑完了步 有意无意的开始注意到了这边 下一刻一个尖锐的铜声响起 那两个坏云又来了 就是他们想要带走我们 顿时轰的一声 所有人都往这边看过来 一双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瞪着海洋波和雪仙子 全是浓浓的敌意 在孩子们眼中 这两个人就是来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罪魁祸首 即便暂时还不是 谁知道过一会儿 过几天是不是呢 要不是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他们 真想上去咬他们一口 对于孩子们的反应 已经下定主意 这么多的天才少年 绝对不能依照约定那么平分给林萧门 自己怎么也要七成 如果能更多 那自然更好了 至于什么狗屁盟约 不能亏待盟友什么的 通通见鬼去吧 要不然下一代的竞争力 可就是太大太强劲了 一个不留神 甚至能够被翻了盘的 被林萧门骑在红尘如梦宣的头上 那可就丢大人了 同时面对如此之多的天才弟子 就算天资绝世到妖孽程度的莫清武 也未必够看 毕竟莫清武只得一人 这里的天才少年可是以百威单位的 不过莫清武的绝对中心地位 却是再多的天才也无法撼动他 量变毕竟比不上质变 海洋伯和雪仙子眼睛都红了 只是现在的情况确实让人头疼 无论强行索要 甚至是强行抢夺都不可以 虽然就长远角度而言 得到数量如此恐怖的天才弟子 无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 但现在的情况实在特殊的很 先不说以严如山为代表的官方势力 极致鲜明地成了楚洋的靠山 就说这些孩子对楚洋的依赖 几乎就无能以外力挪动 那结果也只能是玉石俱焚 就算不顾一切地强行鲁人 被掳走的孩子也只会无比地痛恨鲁人者 被这样的天才孩子记恨 那绝对不是说笑的 眼下唯一行之有效地解决办法 就只能依靠楚洋来劝说了 可这又是一件大大的麻烦 看着楚洋一脸的云淡风轻 两人恨不得将这家伙扒皮抽筋 这家伙的心里头 肯定是不知道了成什么样子了 偏偏眼下还就只能由着他狮子大开口啊 第1642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